我們這邊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頁面的編輯歷程 就是這個頁面的編輯歷程 因為其實 如果老師有用這個所謂的協作平台也好 或Google的雲端硬碟 那這個跟一般的 我們的檔案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會幫你記錄你編輯的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有時候不小心 難免那個文件會怎樣 弄錯了 比如說我改一改之後 改錯了才發現說 原來上一個版本才是正確的 那以往我們這種 遇到這個大概就自認倒楣 可是你在雲端硬碟還有協作平台 就不用這樣 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我弄給你看 比如說我們剛剛已經編輯的這個功課表 有編輯好幾個 那你看這功課表在這邊 更多裡面 你進到這一頁之後 它就有一個叫做修訂紀錄 點下去 它會告訴你 什麼時間改過什麼 有沒有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回去 雲端硬碟也是一樣喔 我拿這邊的我的雲端硬碟的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就 有歸納比較好 我的資料只要整理好 那比如說像我這個上課用的 拿一個文件 比如說像這個 或這個 這個 我忘記有沒有編輯過了 好 它在這邊一樣 都會有所謂的 修訂版本 有沒有 雲端硬碟也是一樣啊 不過這個只有一個 在這邊 鄭老師大概了解那個意思喔 所以其實 這個是為什麼說 跟別人不大一樣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改了就算了嘛 可是這個 你點過去 你可以先看喔 比如說我先看一下第一個版本 它先給你看 長得是這樣 如果你確定要 再還原 它甚至做得更好 你可以比較一下 我還可以比較一下 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一把Office也有這樣的功能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Google擅長就在這一塊 所以 它可以讓你 比較清楚的知道說到底哪裡不同 好這個是 跟老師稍微 補充一下的 這樣子 你可能會比較那個意願去用所謂的Google的這些東西 他等於是幫你在做這些備份嘛 那這個空間不算在那個100Mb 等於說你平常的那個 我們上傳的那個檔案也是一樣喔 他會幫你做喔 比如說我們剛剛不是用附件的方式傳到那個資料嗎 他也會幫你留著 好會幫你留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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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